回到第九場,就是三班千二的陶程 會不會簡單一點? 帶了很多東西值得跟進一下 這些是強組,三不申聖馬 看他們怎樣鬥 都害怕的,包裝長聖馬到19元 審習成,比希斯好 但他也不錯,有一點影響才失去頭馬 心智恆在這裏望空出來有點麻煩 其實他有點搶口 不過他一強也有點搶口 就算贏的時候也有點搶口 這個時候包裝長聖是跟著他 但包裝長聖自己也有點口 所以他跑出二疊 黃色衫的那隻是逆史奇巴 那隻是中外 包裝長聖一檔也跑出三疊 他變成要四疊 他被迫著了,沒辦法 迫了,比較早發力 四疊轉彎,他有一點點捱過去 因為轉彎失了一點平衡 吃了包裝長聖的位置 包裝長聖要檢查一檢查 讓我糟了,這隻大熱門 好像大細意去那樣 有一點失了雲頭 好像來到這裏 外面還弄多一隻上來 中華盛景也上來了 不要再半頓 這次不是跨道口那樣跑 那隻馬又回來了 上來的 但是外面那部分 中華盛景已經贏了 有 包裝長聖,如果不是那隻馬 有一點點脫口還是怎樣 他都是那些年輕的馬 一時反應不來 這一下就是 他被人阻止了 竟然拉出去再衝 你買他,我想你這裏可能 這裏也沒有 這裏 我心裏可能說 喔,結束 好運 原來不是 原來騎下騎下有回 有的 因為他通常那些位置 一沒有,可能他下班 所以我經常都說 你這麼早下班 我怎知道是買又還是沒有 有時騎上去有的 好,很近的 其實1、2名 不過拍到就是2號的中華盛景 然後第三名就是4號 心之行 粉紅三個匹 第九場分斷時間 頭年23月52 第二年22,567 每月23月02 賽事時間1分9秒21 說回中華盛景 我又要提到那件事 十五月以後 國慶日這裏馬尾場 我都說過了 去到尾場 好沒有選擇他 經常都沒有 真的都沒有 好,接著再出第二 今天也贏了 有時這些馬 我經常說 我們看馬 看得到好 你都要結合那天馬 我們沒有 一沒有,哪有 好也沒有用 其實今天對他來說 有些驚嚇 早段的勢 高冬尼馬房也不是很好 這場真的贏了 帶起後面那場 是的 現在又沒有 要臨場才知道 臨場再看 另外初步的 也有說赤湖流鼻血 赤湖流鼻血 那其實有一隻馬 好像五蜜佐治勇區 上完重發落回來 現在都算是這樣 季內初出 可能會不會千四好一點 一半一半 因為我有一點 我覺得他的力量不是很長 其實他跟中華盛景很相似 但是中華盛景的能力 似乎高他一點 當然他也有用的馬 但如果以他現時的能力 對著這次這組對手 的確是吃力一點的 是吃力一點的 看看還有沒有其他馬 可以跟進一下 因為這一場其實 譬如包裝長勝 都算是這樣 必跑得又怎麼看呢 必跑得那場內難裡面 今天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打疾了 其實有一個機會 就是在佐治勇區的內側 拿他的位子 入彎的時候 如果那個位子走得順 機會就大一點 但是就有一點錯過了 結果佐治勇區拿回他的位子 那就沒有了 是的 第九場看到的 暫時是這麼多 綁合尾掌的賽事 第十場就是 三班千四的逃城 但是原本十 美好還美好 美好世界 不過跑得第二 但是我覺得 雖然他也有誠意跑 但是你說他熱過帳盒 那是不是好像 這不合理 尤其是你又要想想 他千四跑下去 是不是都OK 那跑完當然OK 同日那些千二馬房 沒有報名 不是說他不OK 但是帳盒是 會展露給你 他擺錢又行 過馬又行 就是讓也做得到 而且他挺準的 是 他跑緊 剛剛中華盛景又贏 那帳盒就不用怕了 是 二碟那一匹 錢藍衫 帳盒 所以有時是 他熱過帳盒是熱碗 帳盒也是熱碗 但誰比誰熱過 有時都要說說 是不是真的那麼直 是啊 思考一下 前面那些也算了 有前速了 合衷共濟 很訓 很訓 又不是最聰明的 那时候呢 就是经常都接近 这些马最惨的 搞不到分 哇 有只飞到无雷弓的面子 天能见 天能见 但是呢 加了眼罩之后呢 有点反应 其实不是转那么大个弯 有机会赢 你看他转那么大个弯都吓吓你 都知道他冲着上来 那里都还似还有的 他用了转弯那里 为西匈匈匈 另外就 六阴神区南白环间 三个匹初出马呢 很容易啊 这场过第三名 飞很厉害的 开飞五点几倍 对啊 妖礼得马房初出马上名 上季都没有的 是吗 厉害的 这么季都没有 好了 那听美场分段时间了 头段率13月50 第二段率21秒61 第三段率23秒19 每段率23秒34 赛事时间1分21秒64 其实今天的骑士王呢 都很紧臭 到尾场 最高都是24分 莫雷拉潘顿 那两个现在一Q回来 一边赢 一边做骑士王 原来陶石说今季的数据 开飞1点几个骑士王 今天还没开过 即是还没跑过出来的 哎呀 哇 这个数据 满顿就是开飞1点几 1点几 就没有他犯了 结果就不是他赢了 另外赛后报告都显示美好世界马辟 就被潘明辉变中了 另外就周转落200米的时候跌边 所以就罚款5000元 这个罚款 直接要罚款 就是要罚款 稍微影响到 那第十场赛事 我们看到的暂时是这么多 那这场赛事赢的就是9号的帐盒 那这天的赛事 我们也有赛后跟进买的 那我看到卡莎就选第五场的转飞龙 卡莎 其实这个转飞龙 一再就显露到很强的能力 就是可惜香港现在的跑道 很多时候都不是很离后追 今天其实就是 也是觉得这条跑道不离 追的 全日只有一只 可以在后面追上来很有利 但他追很多 其实他133 你看看那个位 今天那个位是很难的 但是他都追得近 一再他今季首场就是这样 一条直路追上来 追过第五的转飞龙 那个势很强 那有时候这些马 你那些部署要选跑道步 你比如选A蓝 或者稍为利后追的跑道 那就容易发挥 你今天掉跑道没什么办法 没什么办法 那我选的跟进马 都跟何宅有些关系 虽然今天就不是他骑下波 这件事跑 但是之前跑了三场马 都是何宅阳主理 神货其实多数都是他摸着的 今天就交给波那件事 但是他交给波那件事 他自己赢马 很有利就赢了 但是这些聂狐者威 今天是放在前面走的 留意了 今天跑了1400 之前是跑了1200 你家程就要放在前面走 难度自然就高一些了 但是他不是很断的 其实回到来 都顶到最后的 百宗才转弱得多一些 也都不是输很远 好了 今场练了气之后 很有利就赢了 何宅阳赢了马 下一场会怎样呢 就不一定要缩程 因为李伯大梦的马 我觉得1400 甚至1600都没问题 但是下一次最重要 最好何宅阳自己骑回 还有是否要放在前面走 跟着跑 可能好一点 就认为他 希望下一次转个跑法 何宅阳骑回 应该会不同的看法 至于我选择第九场的三号 逆市期八 这场赛事其实都很多马 值得跟进的 譬如包装长胜 排过一档 比马BlockBlock 之后再移出来 有机会都可以跑得更加近 但是逆市期八 其实看到原路走威 就因为走外调的关系 被迫必要提早发力 转了那个弯 提早发力上来 就较为涉章一点 其实一同三这一对的走势上 都可以更加好 三号逆市期八 有机会这场赛事 可以赢 至于其他赛事 想再次重温的话 也可以重满我们的马会网页 明天有越洋赛事 另外星期三 我们跑回谷草 星期日就早上 继续加油 日本女王杯赛事 七场板神竞马场 转播过来香港 辛苦了 我们下期继续彩虹点看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